加萨流血冲突土耳其和以色列互主使节 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开幕 引发巴勒斯坦民众抗议 以色列部队在冲突期间已造成至少6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土耳其和以色列今天为此以牙还牙 要求对方使节离境 路透社报道 不仅对以色列回应加萨抗议的方式 也对美国大使馆搬迁仪式 土耳其向来都不假辞色 安卡拉不但召回祝特拉维夫和华府的大使 也要求伊斯兰国家18日紧急会商 14日是自2014年的加萨冲突以来 以巴之间最血腥的一天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用众族灭绝来形容这起事件 说以色列是恐怖主义国家 土耳其政府并宣布全国为巴勒斯坦死男者哀悼三天 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指出 我们告诉以色列大使 我国驻以色列使节已被要求反国协商 我们通知他 指以色列大使 反国一段时间才是适当做法 土耳其政府发言人伯兹达 Bakir Bastog 告诉国会 加萨14日发生的暴力 美国也难辞其咎 与此同时 以色列外交部指出 土耳其驻耶路撒冷领事 今天遭到驱逐 外交部发言人说 以照现土耳其领事 要求反国一段时间进行协商 请不吝点赞